今天跟MANSUNO的註冊是阿倫的註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亞倫 各位MANSUNO讀者朋友們 大家好 我現在在華山英文中心 今天所辦的一個活動是 由香港還有台灣多名的設計師 所主辦的一個秀 然後我今天是來觀摩 然後來看秀 來欣賞一下大家的創意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們這邊的穿著打扮 有什麼主題還是什麼 我今天的穿著其實是有點高齡 因為現在已經是秋天了 然後外面這套半長式的大衣 它只到我的大腿上面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有一種介於西裝跟大衣之間的一個長度呢 看起來很俐落 但又不會像西裝這樣這麼的正式 所以今天的這個造型就是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身上的珠寶也是搭配這個顏色 黑白顏色來做選擇的 那你剛剛的談到就是現在已經是天氣變了秋風了 你有沒有覺得有什麼單品是一定要推薦對一些 溜滿知識的顏度者 就是覺得什麼是這個秋冬一定要夠 Turtle neck 就是秋冬可以讓男生有 有一點正式但又不會太正式的一種感覺 然後可以在西裝啊大衣啊 甚至是襯衫做搭配 所以Turtle neck在秋冬是一個非常好的時裝單品 甚至它還是有出一種半截的 就是只有到胸上就不會太熱 因為其實台灣你除了很冷也就那幾天很冷而已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選擇這樣的單品去搭配衣服 在秋冬是很很簡單很方便的 然後其實就是 阿倫其實就是都會在裏面上跟大家分享一些官司 或者是事情的一些看法 然後其實也得到網友很好的一些就是 會想 那其實就是台灣現在的補妝產業 尤其是新的設計師 補妝設計師其實都做得很辛苦 因為一些其實觀察或者覺得應該要 政府或者是什麼東西應該要做一些 什麼事情之類的 有沒有什麼看法 其實台灣在各個專業領域上面 都缺乏從教育基礎上面去發展 因為我妹妹自己也是做服裝設計的 然後她是英國Birmingham大學畢業的 那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大家都急著想要去英國啦 美國紐約去學時尚 為什麼在亞洲就沒有一個地方 能夠讓人家覺得除了東京之外 讓人家覺得可以 可以見習到時尚 接觸到時尚的一個學習場所 我覺得大家在求學的過程中 往往是帶著很大的熱忱跟夢想 然後但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卻被很多的體制交習的夢想 我覺得每個人都感同身受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在求學的階段 很少能夠真正的朝著自己的專業去走 甚至是家人同才都會說 你畫畫沒有飯吃啊 你在台灣打籃球沒有辦法養活自己啊 甚至你做衣服 你怎麼拼過全球的這些設計師 這一類的話來 來 來 教習我們的夢想這樣子 那其實我知道有一些 比如說像富邦文教基金會 它就有在幫助很多人圓夢 不管是哪一個領域的 只要你喜歡 不管是設計啊 體育啦 或者是說音樂方面 你只要能夠有一份很完善的企劃說 或很很很寫出來 然後交給這個富邦文教基金會審核 它就有辦法給你一些資金 一些幫助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那基於 至於台灣的這個教育 這個是很難 這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啦 然後我覺得 大家要多尊重專業這一件事情 不要口口聲聲說得志祺群美 但是卻往往只有發展智能這一塊 甚至連群體生活 大家也忘記怎麼去跟同學們相處 所以我覺得專業這一塊呢 目前我們台灣如果有理想的小朋友 有希望做服裝設計的人 不妨就是去外 真的還是只能先從外面去求援啦 充實自己的所看到的東西 不管是去參加秀也好 不管是去看別的設計師的一些書也好 都可以 不要讓自己的敏銳度降低 因為最怕的就是在這個 教習熱誠的過程中 敏銳度也降低了 甚至是有一種放棄的狀態 千萬不要 因為沒有人可以阻止你 只有你自己可以阻止你 所以不要管這個體制有多不好 或是你們教育沒辦法獲得多少幫助 重要的是你要自己從 比如說現在網路也很發達 盡量從上面去找一些 對自己有幫助的一些資訊 那也可以跟就是讀者跟粉絲們講一下 你現在有在進行什麼樣子的計畫 不管是在戲劇唱片 或者是其他你自己正在進行的事情 像我跟我的經紀人就會把自己喜歡的故事 然後跟一些編劇做討論 然後我們會希望把這些故事呢 變成劇本 然後另外呢 我本來也是計畫要去美國 學的是寫劇本 演戲跟製作這方面 我想要更了解 如何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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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臉書上發表言論之外 實質上的去幫助台灣影視產業 娛樂的這一塊 雖然我 雖然 我沒有很多的能量 我沒有很多的 我的力量不是最大的 但是我相信每個人如果能夠 都懷著一點點想要改變的心態 這個力量集合起來就會很大 所以就是從充實自己開始吧 看電影啦 多看 然後去分析電影的角色 分析導演為什麼拍這些鏡頭 其實我現在看電影都沒辦法很單純的就是看電影而已 就是沒有辦法不去解析大家的每個眼神啊 或是每個動作 為什麼要這樣拍 為什麼要說這句話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吧 慢慢去累積自己對演戲的認知 然後觀感 然後努力生活 因為我覺得演員最重要的靈感 還是來自於生活 對 其實你現在就是有點像是在儲備自己的能量 然後也是多學一些東西 對 然後在未來你這樣 剛剛聽你講的感覺 你是不是有可能好像會往幕後 或者是不知道往幕後 就是創作方面 其實我沒有那麼多的分界線 因為我覺得創作是一體的 如果就像你服裝設計 你不會說你的 你只注重剪裁 或是你只注重拼接色彩 這一塊 一定是要大家都要融會貫通 你才有辦法去創造自己的靈魂 我覺得做演員也是這樣 就是拍戲有很多角度 有導演的角度 有編劇的角度 有演員的角度 導演角度更廣更寬 就是你會看到每個角色在這個戲裡面的作用是什麼 然後編劇也帶著自己的一個角色去看這個故事 我覺得演員是最單一的 然後也最 講單純好了 最單純的角度去發揮在這個戲劇裡面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能夠額外的從 導演的角度跟編劇角度去融會貫通跟理解 反而是對你的演戲是有提升跟幫助的作用的 所以我覺得 我沒有分那麼清楚 幕前幕後 或是說 你說的導演就變成幕後 一樣還是可以演戲 你一樣只是從各個專業的領域去分析自己的角色作用 在戲劇裡面的角色作用 去做更完善的演出 那其實就是你這次就是入圍 十大最佳一座人士 嗯 其實你也有很多 你平常上的打扮是 都是很多分次回去睡醒的 你對於就是 嗯 不管是就是喜歡你的 那個 影迷或者是 演出上的朋友 你對於他們就是在時尚方面 有些什麼樣子的 建議或什麼樣子 因為其實台灣人 穿著其實是蠻 保守的 特別是男生 然後都只追求一個 統一這樣子 對 像大家喜歡什麼的穿著 對於大家 對 真的要勇敢一點 覺得 拿 拿日本來說 或是拿香港來說 其實有很多人都很大膽的穿一些 台灣人比較難去 open mind 去接受的服裝 比如說 比較寬鬆 那個 嬉皮一點 或是說 造型比較誇張一點的 多層次的搭配啊 大家會 害怕 但是我覺得不要害怕 因為我覺得 實際上是很有趣的 你只要能夠把這些 元素 穿搭出自己的靈魂的話 你走在路上 其實是 不會有奇怪的感覺 那 我其實走在東京 日本 日本的東京是最有感受的啦 就是 除了他們上班族自己 裝扮得非常的整齊乾淨之外 他們在 譬如說 同伴之間 他們有穿一樣的衣服 就一樣的 一樣的風格這樣子 我覺得可以從這邊開始去慢慢的 慢慢的 衍生出自己的勇氣 對於時尚穿著這一塊 因為如果你有好朋友 一起跟你穿一樣的風格 你就不會覺得自己很突兀了 那你們可以約好 就是今天 可能是 某一個風格 大家都穿長大衣啊 或是都穿 靴子啊 在這一方面 台灣男生確實是比較 比較保守一點的 當然不妨從這個 這個地方開始試試看 好 好 謝謝 謝謝